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罗杰道森的《优势谈判》 副书名叫做《一位王牌谈判大师的至胜秘诀》 这本书将会教你如何在谈判当中取胜 有人就要说了 这谈判那些都是大人物的事情 两帮人在谈判桌前正经危坐 谈政治 谈外交 谈商业合作 跟我也没啥关系啊 其实不然 你工作当中处理的每一份协议 与客户的每一次交涉都是谈判 你应聘工作要求涨薪水也是谈判 甚至在生活当中买房租房买车 以及在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 那些都是谈判 所以啊谈判无数不在 实际上任何时候 当你需要跟另一个人面对面 严肃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在谈判 那么谈判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你不但要赢得谈判 还要让对方觉得他也赢了 让他对结果很满意 非常希望和你继续合作 甚至迫不及待的想和你再谈一次 本书作者罗杰道森的优势谈判技术 就是要让你做到这一点 说到罗杰道森啊 他有太多的头衔了 他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谈判顾问 是美国权力决策机关里的高级参谋 他是大学教授 是地产公司总裁 是演讲大师 是谈判训练大师等等等等 他参加过很多有名的谈判 比如巴以和谈 巴尔干冲突 莱文斯基性丑闻案 美国总统弹劾案等 在美国 罗杰道森就是政治谈判领域的一座高峰 让任何妄想超越的后来者都胆战心惊 罗杰道森呢 在商业谈判界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如果你问 是谁训练出美国最多的销售主管和职业经理人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罗杰道森 罗杰道森被福布斯评选为 全美最佳谈判教练 如今活跃在国际商场上的跨国企业的谈判高手 许多都是罗杰道森的弟子 优势谈判这本书一出版 全球的发行量就很快超过了1000万册 并连续数周占据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 入选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名校的指定阅读书目 优势谈判这本书有35万字 今天我会用大约30分钟的时间 分两部分来为你讲解书中精华 第一部分 优势谈判的原则和技巧 第二部分内容是 三类不道德谈判的应对方法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部分 优势谈判的原则和技巧 一次完美的优势谈判 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开局 中场 中局 我们先来说说谈判的开局 在开局谈判当中 有三项原则 第一 开出的条件要高于自己的期望值 第二 让对方首先说出自己的条件 第三 学会感到意外 在和对手谈判之前 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想要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你的期望值 那么当双方开始谈判了 你开出的条件 一定要高于你的期望值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你一下就懂了 比如一个东西 你想要卖20元 就先报价30元 反过来 你看到一个东西 想20元买 你就问10元卖不卖 很多人害怕对方 接受不了自己的报价 担心被看作是没有诚意 所以呢 不敢报一个 让对方喷饭的价格 出于这种心理 他就会主动降低报价 一开始就给一个 让对方完全可以接受的价格 这就错了 罗杰道森说 谈判刚开始 一定要来个狮子大开口 原因很明显啊 它可以让你有谈判的空间 如果你是卖方 随时都会有机会降价 但是很难把自己的报价 再抬高 同样道理 如果你是买方 随时可以提高报价 但是对方 一旦同意了你的报价 再压价就很难了 还有一个原因 开出更高的条件 可以大大提高你的产品 在对方心中的价值 如果你在申请一份工作 开出更高一些的薪资要求 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如果你再卖一幅画 开出比较高的价格 对方很可能就会觉得 这幅画的确值这么多钱 需要提醒的是 开出条件之后啊 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 你的条件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对方觉得你的条件太高 而且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他就不跟你谈了 比如你在购买一处不动产 你可以告诉对方 20万美元的报价 从你的角度说呢 似乎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可是根据我的调查 我可以接受的价位 应该是在16万美元左右 听到这里啊 对方可能会想 这家伙的报价少太多了 但听起来还很有诚意 哎 不妨坐下来跟他谈谈 你看 话里留点余地 既来了个大砍价 又让对方愿意跟你接着谈 既然决定了要开出一个 高于期望值的条件 那么条件的度 应该怎么把握呢 通常情况下 对方开出的条件 和你的期望值 会有一段距离 那么你开出的条件 也可以跟自己的期望值 保持同样的距离 比如汽车经销商报价 1.5万美元 你期望的价格是1.3万美元 差距是2000美元 那么你的第一次报价 也可以与1.3万美元 差2000美元 也就是报价1.1万美元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我们最后呢 都可以得到折中的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有个前提 那就是一定要让对方 首先说出自己的条件 这里呢 就涉及到一个谈判的专业术语 钳字策略 顾名思义 钳字策略就是用钳字 比如你的语言 把对方的思想给加住 让对方的思路 跟着你的钳字的方向转动 那怎么把对方加住呢 第一 在听了对方报价之后 就闭嘴 静等对方的下一步动作 第二 绝不爆出具体的价格 山姆是一位球员 他期望年薪是8万美元 在和一家俱乐部谈判的时候 经理开出了8.5万美元的年薪 山姆呢 没有说话 经理以为啊 他对这个薪水不满意 随即就提高到了9万美元 经理看球员还是没有反应 不禁问他 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 山姆还是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 他说 我觉得这个薪资有点不太合适 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经理最后说 10万美元 这是我能开出的最高价格了 你看 在谈判时 首先开口报价的一方 往往就会被对方钳制住 陆入下风 所以啊 无论对方是报价还是还价 你只要说一句 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太合适 然后就闭嘴 再说一个故事 罗杰呢 要给公司安装一些新设备 预算是5万 有三家供应商给出了报价 他选择报价最低的那一家 然后跟他们说 你可以做得更好 很快 这家供应商的第二次报价出来了 3.6万美元 罗杰只用了两分钟 说了一句话 就为自己的公司 节省了1.4万美元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谈判 更快的赚钱方式了 所以每次接到报价单时 优势谈判高手的第一反应是 你一定可以给我一个 更好的价格 而当对方使用这种策略时 优势谈判高手 则会反问对方 你到底希望 我给你一个什么价格 总之 他绝不会首先说出 一个具体的价格 在对方报价后 除了通过钳子策略 让对方让步之外 还有一个方法 表示意外 举个例子 你来到一个度假圣地 停下来看一位画家作画 他并没有明码标价 于是你问他 多少钱一幅啊 他告诉你 15美元 如果你没有马上表示意外 他就会接着告诉你 上色 另收5美元 其实这位画家 报价时并没有指望你会接受 他只是随便开个价格 然后静观其变 你不意外 让他觉得你可以接受这个价格 于是就得寸进尺 说上色要另外收费 如果你此时呢 表现得很意外 他也许马上就会做出让步 提出免费给你上色 亚历山大是一位职业演讲师 他每场演讲的收费是1500美元 有一天 他来到一家公司 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做一次内部培训 这家公司的培训主管告诉他 我们呢 是很想聘请你为我们做一次培训的 可我们啊 最多只能给你1500美元 听了对方的报价 亚历山大立马引地附身 吃惊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说 1500美元 我简直不敢相信 1500美元 绝对不行 于是培训主管呢 皱着眉头沉默了半天说 呃 我们最多啊 只能付给你2500美元 这就意味着 亚历山大每场演讲 可以多赚1000美元 而他只用了5分钟 这就是表示意外的魅力所在 好了 开局的三个原则和技巧啊 我们讲完了 现在来说说 中场谈判的原则和技巧 你要注意三点 一是 最高权威策略 二是 如何打破僵局 三是 一定要 索要回报 在开始谈判之前 我们总是希望上司 能够给我们最后的决定权 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 其实是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上 原因很简单 对手发现你有最终决定权的时候 他就会意识到 只要说服你就可以了 最高权威策略啊 就是要设置一个缓冲 告诉对方 谈判结果还需要上报审批 但是如果你直接告诉对方 你必须把谈判结果汇报给上司 你猜对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没错 他就会想啊 那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这浪费时间呢 如果只有你的上司可以决定 让你的上司跟我谈 所以想要让这种策略更好的发挥作用 你利用的更高权威 最好是一个模糊的群体 比如说某个委员会或者董事会 如果你告诉对方 我已经把计划交给总裁了 对方一定就会说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见总裁 可如果你告诉他 我已经把你的计划 提交公司的审批流程了 他会想去见流程吗 当你告诉对方 这个结果需要向一个模糊的群体汇报时 对方往往会感觉有压力 但是不会有任何的抗拒情绪 也不方便去直接求证 你这样说了之后 他会想 既然要征得委员会的同意 那一定要报个最低价 要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 而他的这种反应 无疑让你在谈判当中 处于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有人说了 我就是老板 我没有上次 我就是最终决定者 那该怎么办呢 本书作者罗杰道森 就是一个老板 当有人要罗杰道森 为他们的公司做一次培训时 罗杰道森会告诉他 听起来不错 但是啊 我先要问问我的营销主管 你看 即使你是老板 也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当作最高权威 如果对手也懂得运用最高权威策略 又该如何回应呢 比如说 你想要买一辆新车 这辆车的标价是5万美元 你报价4.3万 销售员爽快地接受了这个报价 当你决定刷卡的时候 销售员告诉你 我要请示下经理 然后这个车啊 就是你的了 经理来了之后 训斥了销售员 说这个价格比出厂价4.5万还低 根本不行 还拿出了内部资料给你看 于是你同意按照出厂价 4.5万美元成交 好了 你以为这时候交易就结束了吗 没这么简单 这位经理会告诉你 他没有权利按照出厂价买车 还需要向上司请示 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 你会发现 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经理方阵 每个经理都在迫使你 不得不提高价格 当你发现对方在使用最高权威策略 请记住 你可以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告诉对方 你也要请示上级 比如老婆大人 对方就会立刻明白你的用意 他们会立即叫停 接下来我们说说僵局 盘盘中场的拉锯战中 经常会遇到僵局 比如客户说 如果想成为我们的供应商 报价必须再低五个点 否则没戏 可是再降五个点 根本不可能 这时候 没有经验的谈判者会认为 价格是最重要的问题 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往下谈 于是谈判就陷入了僵局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一种非常简单的策略 就可以帮助你打破僵局 那就是暂置策略 把造成僵局的大问题 暂时搁置下来 先讨论一些细节小问题 回到前面这个例子 如果客户让你降五个点 你无法接受 你可以这样说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我想知道你们的付款方式 是怎么样的 通过暂置策略 搁置价格问题 先把一些小问题解决了 这样做的好处是 推动谈判往前进行 一旦在小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对方就更容易被你说服 还有 在谈判当中 我们往往会做出一些妥协或者让步 你要记住 在谈判拉锯战中 你一旦做出了某种妥协 就一定要学会索要回报 比如你是一家产车经销商 一家大型建筑公司 从你这里下了一大笔订单 他们要求你在项目开工之前 半个月送货上门 可是没过多久 他们打电话过来 项目提前开工了 要求你下周一就把产车送过去 你可能会想 太好了 产车就在库房啊 最好能够尽快送过去 早点收钱 明天送去都没问题 可是啊 罗杰道森 劝你 一定要记住 让对方做出回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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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